释迦牟尼佛为大家传授了八万四家法门 传授八万四千法门的归根基地 实际上就是世圣地 世圣地在第一次印度陆耶园 传授这个法门的时候都讲到了 此时苦地 疲惑之心 此时基地 甘悟之心 此时灭地 可证之心 此时道地 可修之心 就是讲到了人生的真相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的痛苦 可以因缘而来的 这种因缘可以了解 而这种因缘是通过修行可以灭除 他讲了一个真实的情况 此时苦地 如影所知 此时极地 如影断者 此时灭地 如影正者 此时道地 如影修者 意思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的痛苦你应该认识到 那这个痛苦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是执着和烦恼 你应该断除它 那么怎么样断除呢 通过修行穴道 修行穴道而断除的头 那么最后得到的什么呢 就是证悟 真正的我们怎样修行的方法 此时苦地 我已了知 此时极地 我已断除 此时灭地 我已证悟 此时什么呢 就是道地 我已修正 我也修行 那么这个时候 释迦牟尼佛以自己的这种亲身体会 无数的这种阿罗汉 菩萨 成就者 也是以亲身体会来说 苦我也已经认识了 苦认识以后 我遭到了苦的根源 最后断除了 通过修行断除了它 现前了灭地 现前了成就 这就是佛教教导的真相 也就是说 我们在座的人 如果你进一步地深入去了解的时候 我们现在的痛苦应该先要认识 可能在座的很多人认为 我们现在不苦 过得那么快乐 说是这样可以说 但实际上我们在生活当中 可能科学越来越发达 那么经济 社会 竞争越来越大 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压力也是随着而越来越大 我18年前来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新加坡人 那个时候虽然有犯了 有压力 但是并没有现在那么忙 并没有现在物价那么高 我标面上看来 海水在旁边添了很大一块 然后好像高标大厂也是越来越高 但实际上现在看了 好像人们的心里的困惑 常伤 痛苦 焦虑 就越来越多 这是什么呢 这就是我们人生借苦 人生借苦是很重要的 我们不能把人生看得很幸福 如果你觉得很幸福的话 当你遇到各种社会挫折的时候 你就觉得不幸福 那个时候好像是很难以面对